大家好,今天想跟大家谈谈推手 推手这一词呢是来自太极拳 太极拳里面所谓的推手呢是一种两个人的运动 就是推的而被推的那个都尽量的尝试去感觉对方的那个身体的动作 那么尝试找到对方的那个重心啊 那么或者是他的重心的弱点啊 那么再把对方推出去使对方失去平衡 那么被推的那个呢就尝试感觉对方的来势 那么如果能的话就把对方的来势给划掉 那种努力道给划掉从而不使自己失去平衡 那么能够保持平衡之后呢 那么在环击对方 那么这是来自太极拳的 其实其他的拳手里边都有类似推手的这个双能运动 那么推手当然在太极拳论里边呢 并不是一个究竟 也就是说推手只是一个过程 那么练了推手之后还有三手啊 那些实际的对打动作 那些都要都要再去练 但是时至今日很多人就把推手当作是终究目的 那当然当成的终究目的呢 就把那些其他的那个国际啊 太极拳里边的对打 闪手那些东西全部都去掉了 很多人还甚至以误解成 推手呢能够推手的话就是能够应付一切的打击 那其实是很错误的观念 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在太极拳里边很多人把推手做得很拳 就是就好像能够做了很多东西 甚至没有动到对方就能够把对方发放出去 那其实是很误导性的 所以呢有很多人呢就把现今的那个太极拳 把它称为太极拳 就把这个太极拳的人说成了 他们正在做得很拳奥 使大家都不懂 那么真的是不懂太极拳呢 不懂推手的人呢就觉得真的是很拳 甚至于在社交媒体上我们所看到的呢 那个也是有很多误导性的那个东西 那么真正的推手呢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这个 这个推手太极推手是怎么样的一个练法 这个是我们所能够看到的 在这里 那两个人都在对练 这个是太极拳里边的 刚开始的时候那个盘手的练法 还有它几个特定的那个动作 就在那边盘啊 在那边挖啊 这样子做 那么这是基本的推手断练 是吧 就是练了身体的那个灵活性 那练了这个之后呢 就要两个人有对抗性的那个 推练的方法 一方要把对方推出去 另外一方呢 就尝试的去感觉 那么尝试保持自身的平衡 那么如果保持的不好或者感觉的不好的话 就会被推了出去 这是一种断练的过程 哦 是吧 那么如果是得势的话呢 那的确是能够把人拔放出去 这是一般上我们看到的太极推手的断练 那么当然有些人越做就越选了 哦 比如说这一些 哦 我们来看看呢 哦 这个 太极拳的其他练法 好像这个教学片里面所做的 这个大师傅就做得 哇 能够感觉的那么好 就走到这样子了 开始就有点玄奥了 那么你看了是不是也觉得有点玄奥 好吧 目前我们当作是这个是有练习哈 但是根据他们的解释呢 就说哇 就能够感觉到这样子那样子 而且又能够把人家拔放出去 那么 这个还算可以接受吧 哦 那么有些呢 甚至于还更全的也有 好 我们看看怎么更全呢 啊 这一些 哦 等一下哦 看 这样用 用 用意不用力 哦 哦 就能够把它 把人家给拔放出去 那我们来看看到底 这个是不是真的那么容易做 看到吧 看到吧 当然这个 很多拳 拳术呢 比如 打拳击啊 什么啊 那个 呃 呃 货继啊 我们一般上说老了就身体肯定是衰弱一些 但是唯有太极拳的 越老是越厉害 那么跟年轻的小伙子练啊 好像就不必用力的 那么年轻小伙子就这里被那里放的 那就好像是这样的很全了吧 是不是 好了我们在这里暂停一下 那么我们看看还有更厉害的 哦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是怎么厉害吧 看到吧 这个我们再来看一遍 哇 看到吗 没有接触也能够把对方给 挖了出去 看到吧 这个 的确是很弦哦 是不是啊 但是我们要来看看 这个是不是真的这样呢 好了我们现在来看看竞赛推手 这个竞赛推手呢 当然是比赛的时候 比赛的时候 当然是拼得临死我娃娃 你总不自己说去参加一场比赛 你要输的是不是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 推手比赛的时候 当两个人都有对抗性的时候呢 是不是就是像我们看到的 那么的 全呢 大家看一半 看到吗 有对抗性的时候 真的那么容易飞出去吗 你看 你看 要 跌倒一个人 也不是那么容易 是不是 大家看到吗 两个人在那边 飞来 飞来 推去还不是那么容易 倒 那么我们看到有些人 不用力远远的一点 人家就飞了出去 这到底是可能不可能啊 我也不说多说 也许我还没练到那种 所谓的零空镜啊 那么一点呢 就飞出去 但是大家自己看看 实际上的比赛里面不能坐脚啊 那么如果那么厉害的 那个不动就可以飞出去啊 大家大可来参加这个比赛 看看是不是也是那么容易的做到 是吗 这个我们看了这个比赛 那么 当然 你可以说 不是每场比赛都是这样的 也有些挺挺简单的 那么我们来看看这个 定步推手吧 这个也是比赛的项目之一 那么我们来看看到底是怎么样 哦 是吧 有时候要推人板的自己被挂掉了 就飞了出去 是吧 是吧 我到这里为止 那么靠近的 也没看到 人家飞了出去啊 那么 我们再来看看 另外一个 嗯 这个比赛 这个也是比赛 那么我们来看看到底这场比赛是怎么样 当然也有强的强的强的对手 弱的对手 哦 看这个一拉就过去了 这个就铺地了 这是太极推手比赛 这是竞赛推手 好 好 嗯 好 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中旧目的是要移 传统的推手呢 中旧的目的呢 并不在移 而是要断念升旧 只要不讲得太全 然 双方都会跌倒 所以 总的来说呢 也就是说 在推手里边呢 并不是那么容易就能把对方给 丢出去或者甩出去 推手是不是就那么的 好用 而且能够那么神 这个是见仁见智了 你也可以有自己的看法 也可以把你的看法 发展出来 好 今天就到这里为止 好 今天就到这里为止